佔中三年了 真是沒天理 只有這九個傢伙被起訴 還未找訴 整村人在外面逍遙法外 來 講過自首現在逃跑的梁麗國 一頭就歪你到陣 到最後 都是法官去做一些判斷 裡面必然牽涉到一些人為人為人為的成份在裡面 所以我不會說 不會說 說法庭必然能夠帶來公義 好心你 梁麗國 你當初人為去違法 向著全香港700萬人答應過會自首 最後逃跑 讀法律自己去親手破壞法治 你才是極不公義 現在還居然想老屈法官 跟你這三條盟友一樣 想玩老屈政治打壓 又想跟黃之鋒阿爸一樣 說法官有立場 好bias 反佔中去審判佔中的人 彤彤露為 根本你們就是自己無限上綱上線 自我演繹法治 好似英國前刑事檢控專員 Kan McDonald 罵爆你們 這班自稱擁護法治的人 根本只在判決核心意的時候 才支持法治 判決不合聽 就批評法治 根本是very very危險 麻煩你 睜大眼看清楚 商學三字單case 法官用了足足六十四頁 有理有據 去依法判刑 講明他們的暴力示威行為 超越了法律界線 而且他們死不悔改 判他們坐牢 才起到阻下作用 你玩老屈 根本就離譜 真是shame on you 一個一個 就是想承擔自己預設好的後果 就是沒有後果咯 繼續風流快活咯 什麼不起就不要搞那麼多東西啦 早知如此 何必幫錯呢 楊麗國 麻煩你 馬上結帳 違法就是違法 必須面對法律制裁